自助餐老闆在廚房忙著翻炒中午的菜色 不过仔细看 锅子里要炒的原本应该是四季豆 因为价格飙涨 老板已经用菜豆来取代 来到菜市场 一小包四季豆零售五十元 一条丝瓜同样要五十元 民众大叹实在买不起 受到梅雨封面影响 各产地的蔬果不是泡水 就是受到水伤 四季豆每公斤从六十元涨到一百二十元 苦瓜从四十元涨到九十元 四瓜从二十元涨到四十元 都是翻倍 叶菜类平均涨幅三成 一场大雨打乱蔬果行情 果菜公司也怕陆续出现延迟性灾损 菜价还会飙涨 到时候民众想在餐桌上 吃到美味的炒青菜 炒丝瓜或炒苦瓜 可要多掏点荷包了 我是金黄爪一样 终于谢终于江华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 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